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七一回歸慶典這個大日子 我們留意得到好像有一些公務員在玩東西 令到行政安排是非常混亂 在昨天的時間 有一些預備今天去隔離的一些首要嘉賓 是還未收到一些邀請函 甚至乎有一些邀請函裡面錯漏百出 務求好像令到嘉賓沒有辦法參加這次的回歸慶典一樣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去講一講 第二件事是關於七一回歸 七一回歸那邊就是有一些記者被拒絕 要求他們換人 為什麼要求他們換人呢 我們就不揣測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被換的人是甚麼背景 而這個記者協會也沒有公佈過被換的人的記者是甚麼背景 但是這次多了一些新聞從業界的人批評一個混亂安排 又說這樣會影響到新聞自由 那到底是否一個事實呢 我們稍後跟大家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和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該就是會在今天來到我們香港出席回歸25周年的慶典 K第六屆行政長官的叫做政府的一個就職典禮 那現在我們是全香港都一起是熱切的期待 但是大家知道了 那個民政事務局裡面的慶典統籌辦公室慶典辦 那近日出了非常之多的鬧鬧鬧的事情 令到很多的人士非常之不滿 有些受要嘉賓的損威更加在Facebook裡面公開 在這裡插這個慶典辦的主任 說他這個電話不通的 不通啊 搞什麼 打不到了 明天就是了 今天也打不到了 那怎麼辦 這個慶典辦已經是做了一次錯的事情 疑似又是有公務員在玩東西 有什麼理由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然後把500個加筆名單和他們私人的電郵 外洩先 裡面是有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不同的選委等等等等的事情 雖然不是說很機密的資料 但問題是有些都是私人的郵件 所以令到很多建制中的人士是非常之不滿的 質疑這個政府搞什麼行政混亂 是不是最後都要再煽一鍋 都是的 都是的 真的有人這樣想的 是不是最後都要再煽一鍋 不出奇的 有人是想著這樣的 可能有人7-1之後會辭職的 你不知道的 對不對 那 有政界中人就是一個非常之 樂於天命的 樂觀派來的 就說了 哈哈哈哈 這次都很好啊 我為什麼啊 哈哈哈哈 我一次過拿了幾百個達官華人的聯絡方法 哈哈哈哈 嘩 苦笑而已 真的苦笑 OK 到到去星期二的時候 即是28號的時候 獲邀出席 慶回歸的人士路路續續都收到通知了 那就要在29號 即昨天 或者30號 即今天 入住一些指定的酒店 進行閉環的隔離 但是通知那裡也是錯流百出 例如邀請閒裡面 閉環酒店的名字 中文是寫萬例海景酒店 英文的名字就是Gran Hire Gran Hire 是第二間的閉環酒店 君月酒店 令到他們非常之混淆 要再再再再再深入理解 還有了解 還有打電話 甚至乎去那間酒店進去 喂喂喂 你幫幫忙查查我 是不是這間 是不是這間 整件事你想想多低能 這樣才可以確定得到 他的閉環酒店 到底是萬例酒店 還是這個君月酒店 哇 大哥 真是人都電 有建制派的人士就說 這個慶典辦在通知和確認身份的時候 更加出現一些難以自信的情況 竟然在電話裡面要求提供身份證 正以核對身份 令到接電話的人說 什麼 你要我說我的身份證 說真的 你知道我的身份證 我都懷疑你是不是偏徒 大哥你還要我說我的身份證 你聽 這個服務很濃的 是啊 沒錯 但是偏偏他就是這樣 大哥 不要玩了 你其實可以發電話給他 是不是 還有你 可以找不同的人士去接觸他 告訴他 或者是你問他拿一封E-mail 然後你把那個叫做慶回歸這些東西 那你就傳給他 你其實到入住酒店的時候 你都要出示身份證 是不是 有很多東西可以對 有很多東西在不同的程序當中 可以是 就是全部對得了 大哥你無情情叫人在電話裡面說身份證 那個可能是全國政協 是選委 是立法會議員 是行會成員 是一些社區的領袖 你怎麼搞啊 叫人家在電話說身份證 大哥 是不是那些問題呢 那還有呢 就說 去到昨天 有一些叫做應該要參與慶典活動的人士 應該要有一些閉環安排的人士 都有些不滿 不滿是什麼不滿呢 我還未收到啊 蛤 是啊 沒錯啊 還未收到啊 有些呢 就說 就是他們已經按照每一 就是按照規定 每天做核酸檢測 一心等待的活動 通知 但是到昨天二十九號的時間 都還未收到一些閉環管理的安排 打電話去那個的慶典辦裡面呢 永遠都打不通的 打不通的 完全打不通的 真是神經病的 真是 所以令到他們很生氣很生氣 也都很心急 那我怎麼辦呢 我明天是不是要直接去酒店那裡 說我閉環 那你將 你將邀請閒呢 就算你閉環也沒有邀請閒 你都沒有邀請閒 那你去不了啊 就是 令到別人呢 就是摸不著頭腦 這次的安排到底是怎樣的 那 有 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的當然選委 全國政協的 醫藥衛生界的 叫做 叫做 隔壁的委員 就叫做 李國棟 他在Facebook上說 要通緝那個慶典辦的主任 哇 用到通緝那麼厲害啊 那是誰呢 就叫做 麥德偉 就說 他的電話是長久都沒有 沒有人打通 有沒有電郵的通知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去 但是他應該要去的 哇 搞到這麼混亂啊 大哥 那我相信不是他一個人的錯 他留下慶典辦應該有一堆人的嘛 那那堆人裡面有哪些玩東西呢 我想真的要把他抽出來 真的抽出來 有什麼理由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活動裡面 喂 通知東西而已 發請假而已 邀請鹹而已 是不是這麼複雜啊 要搞成這樣啊 大哥 那真的要把這些人抽出來 麻煩 炒他 炒他 而同一界別的選委 張旭紅留言就說 他 都沒有收到一些資訊 電話一樣 打過去沒有人聽 那 真是 真是 人都瘋 真是人都瘋 都沒有理由 是 今天隔離 昨天都還是 今天要進住酒店 昨天還是收不到通知 大哥 執行李也要執行 安排也要執行 安排也要執行 喂喂喂 我是 就是 要帶幾套啊 這樣成的嘛 是不是 那所有事都要 預先安排 你根本沒有 那 那怎麼搞呢 這個真是人都瘋 真是 不是開玩笑 所以呢 希望我們的 香港政府呢 就真的要 整頓一下 這些這樣的官僚主義 這些這樣的造勢方式 這些這樣的效率 效能 我相信啊 是完全不值這個的薪水 也都不應該 這些情況都不應該 在我們這麼先進的城市裡面發生 真是不應該 所以呢 就真是要看看 怎樣 執政一下 那 而同一時間呢 就 就是 這件事混亂之外 有些記者採訪都很混亂 那 目前呢 就是到昨天為止 最少有十幾個 以登記記者 在七一的官方活動裡面的記者 突然之間被我們的新聞處 就是以保安的理由 拒絕了他們是 去採訪的 今天 昨天 29日 再有一些 原本是獲准採訪活動的記者 在入住指定酒店閉環的時候 臨時被人取消了他的採訪資格 當然啦 當局是可以允許傳媒機構換人 這個人不行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不行 你其實應該問那個人 為什麼 你之前做了什麼 為什麼不行的 其實是真的要問問的 OK 而 頂替那個人 就應該要在26日每日起 做一些是算檢測的 但是他們的新聞機構 也都說 很難有人符合這些條件 所以就難以頂替啦 那 是 沒辦法的啦 又不是不給你換 是給你換 只不過你沒有人去換 都怪不得官方的喔 好搞笑啦 今次就是一個叫做香港新聞行政人魚協會 就發表一些聲明 就說啦 今次傳媒的採訪是非常混亂 對這件事是深感抱歉 也都特別在嚴格這個叫做檢疫的情況安排 底下呢 到最後一刻才通知要換記者 令到相關傳媒在安排上面 就是出現一些困難的 今次就是沒辦法去採訪一些 這麼重要的叫做要聞 早前那個叫做香港記者協會 那個主席陳朗昇就說 未統計到究竟有多少個叫做記者 是採訪給他的 那麼他說 根據傳媒報道和行內消息 就說相信涉及到很大規模的禁止採訪 他就說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新聞處禁止部分的記者採訪 也都不容許全部換人 不是啦 是容許全部換人 這件事其實他又是想製造一些叫做假新聞 他就說暫時未跟新聞處在商討 他說可能是更加高層的決定 現在不知怎樣算 而一個叫做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裡面就真的有很多個不同的機構 裡面的 藍組也有 經濟也有 香港電台明報 無線 很多不同的都在裡面 一個我不是很認識的機構 不好意思 我不是那個行 他就說 更換這些叫做記者 有很多的不便 現在就未能夠參與採訪 影響到新聞 採訪報道等等 嚴重令到公眾享有的知情權受損 而是否真的嚴重影響公眾知情權受損呢 其實有直播的 直播全程的 是否真的會有受損呢 直播全程都說有受損 好 好 你喜歡 好 好 他們就說 要求當局 零換處理這兩天 才收到通知 然後又要協調 要換記者的傳媒機構 確保 調換的人員 不會再被拒絕 但問題是 我怎麼知道 你這些傳媒人員 他以前在哪裏打工 他以前做過些什麼 他社交網站有沒有發放過些什麼的訊息 他跟某些人有沒有講過某些 例如港獨的事情 喂 那起低這些時間的 大佬 你為什麼這十幾個記者 或者十個 最少十個記者 被人切換先 你不應該問警方 你不應該問新聞處 你應該問問他們自己 你們以前做過些什麼 究竟 有沒有媒體問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外國記者協會 亦都發表一些聲明 又說 非常之關注到 今次有傳媒是被他去採訪回歸活動 這樣 強調以往同類的活動都無需受邀的 公開登記就可以了 不用什麼認證的 今次在香港歷史上 這麼有意義 哇 這樣也是 不被人採訪 哇 那個叫做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出現嚴重的偏差 這樣 而是不是真的出現嚴重的偏差呢 我又真的不太看得到 那為什麼今次會這麼嚴謹呢 第一件事就是國家領導人來 他說 以前國家領導人來都沒有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現在有疫情 剛剛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都說 放寬多一點 這兩天才通知 放寬了他 這樣 那怎麼辦 就是叫他這兩天戴著氧氣罩 就是穿太空衣戴氧氣罩 這樣採訪 如果是我不介意的 但是會不會呢 當然不會 大佬 那 在不能夠確認他是比較安全的情況之下 就是沒有病毒 沒有感染的情況之下 甚至乎是身家清白的情況之下 很難是可以讓他進去 一會兒進去 一會兒進去 他一會兒又拔出一些東西出來 突然衝過去 或者是播菌 散播一下某些東西 這樣就大件事 香港 澳門 祖國 最大粒那些都在裡面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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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揹這件事 揹不起 他們當然是說了口響 放寬 讓我們進去 這樣 那 如果有事的時候 他們怎樣呢 表示抱歉 表示表示表示 表示 悲痛 悲傷 完了 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付出了 了 了解幾隻龜 很辛苦 所以 說一下容易 大哥 對不對 我們 真的要保障全部人的安全 以及以前的記錄紀錄 都真的要查得很嚴謹 才行 我認為真的要查的 不查的話 我怎麼知道 那個人原來是黑暴 來的 參加過這些活動 不過告他不進去 或者當時有一個 什麼記者的防護罩 那 是不是應該被人進去 我認為不是 新思維很搞笑 不知道為什麼有關他事 他發表聲明 就是說 部分傳媒不可以去採訪 受到震驚 就說25年是很重要的活動時刻 本地媒體是應該有責任有權力去採訪的 這樣 體現這個新聞自由 又說政府應該是 以保安理由 就禁止最少 就七家傳媒的機構去採訪 但沒有解釋到任何的原因 這樣 令人疑惑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解釋的 真的 例如警方查案一樣 國安做事一樣 我什麼都跟你解釋嗎 不會的 警方會不會跟你說 今次的部署行動 在哪裏的時間 部署了多少人 而他們的 叫做巡邏路線 會是怎樣 他們巡邏的時間 會是怎樣 你不如叫他公開一扮 當然不會 問那個人都傻的 對不對 喂 你叫他公開 解釋為什麼 一會他說 這個人以前 做獨國的 在6月9號那裏 又衝過 拍到他 這個鏡頭是他 追蹤到他的 612做了些什麼 那 就是 有跟阿黎吃過飯的 即是肥老的那隻 阿黎吃過飯的 又成的 這樣 這一隻就是阿何蜜斯的 這樣 跟他有好朋友 跟他爭辯 真的爭辯 真的爭辯 那公開完之後 還會不會有人請呢 是不是 然後他又訴訟 又說這些呢 就是 什麼什麼什麼 牽涉到個人私隱的問題 你不應該這樣公開 但是 有人叫公開 啊 跟著又打官司 啊 影響到他前途啊 沒有人請啊 等等 卡卡的東西 找不到食啊 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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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米啊黑米啊黑米啊 這樣 那誰負責啊 身思為負責啊 我說而已 我叫你想而已 我是叫你做 但是做不做你決定的嘛 不關我事 你繼續告他啊 我吃花生啊 是不是呢 身思為會負責嗎 不會負責的嘛 一陣子又被人家訴訟又要負責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事呢 說真的好凶狠的 可以 但是做的話 那怎麼辦呢 租又不是他們做 舖又不是他們舖 是不是 那所以政府現在這個處理方法呢 我已經覺得是最好 最完善 最滿足的啦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覺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明月 你怎麼看這兩件事呢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留言訂閱明月 分享到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拜拜